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五讲 封闭经济下的一时期宏观经济模型 我们要将代表性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微观经济行为 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 从而得到这样一个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在模型中有三个不同的参与者 第一个是代表性的消费者 他们出卖的是劳动 然后购买商品 第二个是代表性的企业 他们购买劳动 出售的是商品 第三个是今天要额外加入的 就是政府 我们将利用这个模型说明 完全的市场行为 是如何得到具有社会效率的结果的 也要说明 政府的支出增加 是如何让总产出增加 从而挤出私人消费的 我们也要说明 生产率的提高 是如何导致总产出增加 和生活水平提高的 要加入讨论的就是政府的行为 政府希望购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 它的资金来源 是它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征税 一般认为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中 发挥着特殊作用 因为私人部门 难以或者是不可能 提供公共物品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政府的支出 耗用了资源 那么模型假定 政府从私人部门取得产品 也就是 生产产品出来之后 政府从中购买的数量为G 而剩下的部分由消费者消费 政府必须遵循政府的预算约束 这个地方 政府的预算约束是G等于T 由于是一时期模型 所以不等于T 因为不可能存在的债务 因为是一时期模型 政府不可能通过借债 为其支出筹资 因为偿还债务的未来 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地方 也可以引出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支出 税收 转移支付和借债方面的选择 政府支出是用来购买 最终产品和服务的 而转移支付是将购买力 从一组人那儿 重新分配到另一组人那儿 此处讨论的财政政策的 唯一内容是 政府购买的数量G的确定 以及改变政府购买的 宏观经济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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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